近三年 四年左右 把重心往右腿放了 我们看到这种态势扫腿的渗透力 这也是可能说没有站稳 但是这种力量也是推实打 这种力量正式压上去 对 博尔刚才是一个高扫 转身的边权 打得可能有点瘋了 要注意这种冷的动作 我觉得真的 郭球眼跳 做一些拳法上的输出 而且要做连续的组合拳法 因为我们知道郭球也非常擅长 就单个一拳或两拳的组合法 对 也很精准 是的 所以在前的进攻时都要 我觉得能够给郭球造力影响的时候 后面的三拳或一四拳 投赚拳想就算很难 刚才是一个后手 这种拳法 打得很准 有点缓不过来 刚刚那两拳确实是有点重啊 郭球抓住实际之后 根本不给孔明峰闪息的机会啊 先扩大战果 这是有经验啊 这就是控场能力的这个前果啊 顶西 你看孔明峰做拳法 连续的顶西 刚刚郭球在这种眼睛盯得很紧啊 从今天到拨球面前就完全没有了步法的这种移动 确实这个展览动 这是一个比较搬篮锤吗 非常放松 非常随意了 最后的这也放松了 越打越放松了 然后总结要把这种顾纸给您的顾纸上 下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的顾纸看到 我们的顾纸 有标志性的灯灯吧 虽然这个时候几个下掉了 三个月的顾纸 是多少 但是这个比较好 对 对 整个镜头也长过了 对 也可是有一种旱气啊 有标志性的灯火 是什么 而且是败达到你的顾纸上 跟赞房子上 有标志性的灯火 适量的败达到的 太阳 明朵